大家好,我是AV 我現在在花蓮的秀林鄉 之前的影片已經和大家體驗了 我們一天的太老國族的生活 今天我們要參加一年一度的太老國族感恩祭 據我上次參加任何原住民的祭祀 已經是可能三年前 我這次第一次參加過這麼大型的活動 2024年就是Wits in Taiwan 兩年一度的世界原住民族旅遊 高峰會將在台灣舉辦 希望可以透過我的分享 令到更多人知道關於台灣原住民的文化 這是我一直都很想在我的頻道做到的事 這一集也同樣會在台灣一個頻道 叫做劉威姐甘馬 可以有精華的片段可以看 OK,就讓我AV今天帶大家一起 遊歷這個神聖太老國族感恩祭 走啦 阿BIA SUHO 阿BIA SUHO 身為半個太老國族人的我 今天其實我有很多目標 昨天我聽一個鼓舞 嗨 即是我的織布的老師 就跟我說他們今天會在這裡擺攤 他們的祈勞會在這裡教大家做一個地織 一個快失傳織布的一個手藝 整個場地就在這裡 看看它在哪裡 這裡 這一區就是他們的織布和柱馬的展示區 台灣原住民服飾都是利用一種植物 叫做柱馬去織成的 它是一種植物 它在這裡會展示給你知道 柱馬如何由一個植物 變成一條用到的線 來 各位大家好 我是柱馬一喜 我現在要來介紹柱馬自憲記憶 首先 柱馬叫蛤蠋 對 蛤蠋 然後我們要先把成熟的蛤蠋 我們要砍麻 生鮭鱼 砍下來之後呢 我們需要刮麻 要把它刮麻 刮麻的主語叫做生鮭鱼 之後還要再做幾項的一個過程 還要經過仿殺 the mouse the mouse 是仿殺 那仿殺之後呢 還要再主線 the mouse 好 曬乾之後呢 再來就是 musutwala 之後呢就要自負囉 the minun the minun the minun 不 好 今天我們的發達老闆 你是不是有在原民台教主語 對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很專業啊 前三個禮拜才去錄兒童節目 有沒有加錢 可能要給他錢 好 OK OK 現在請到我們的宋老師 他也是這裏布朗的獎老師 他會教大家 如何在這裏做一個編織的動作 我們的宋老師 你好 那今天呢來到了是我們的 泰魯閣族傳統地基的展演區 我們在我們的德魯閣來講呢 這個叫做 the minun uubon the minun uubon 對 Uubon就是這個 香水 這個叫做 Uubon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好 來 他現在吃的是 Snuru 然後他呈現的樣子像小眼睛 或者是多蟲眼睛 對耶 每一個都不一樣的 對 沒有錯 那個技法叫做mahoma mahoma 對mahoma就是感覺在種東西一樣 他就是把它挑起來 挑你要的圖樣 然後更早期的樣式呢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它是整面都是 這我很常見到這種 這個是整面都是小靈紋 那以前老人家很喜歡像這樣的表現 然後呢整片呢都是靈紋 或者是多重靈紋 那麼你會覺得好奇的是 就是為什麼它呈現的不一樣 這個都有設計過了 那就是我要選顏色的地方 我才會放一些圖樣 對 這一塊 厲害厲害 對 粉絲 粉絲 我覺得我並不看我 就要看我 好 到中間 好看耶 謝謝 那在這個錦音鍵裡面呢 這麼盛大的祭典 一連一度的成年呢 裡面呢也會展出一些太老國族 以前会住的竹屋 会展出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食材等等 这里会有芋头、红泥 红泥是台东和花莲有种的 有些小米、珊瑚礁等等 全部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的食材 珊瑚礁是他们上山打猎或者采收 采收的时候会用到的 赌小米的工具 他们的积布机器 这个是真还是假的? 水录、山珠 是真的?标本还是真的? 是真的 刚刚得到我们的奖务介绍 水录、山珠和山羊 他们是有浸过防护劑 所以他们是标本 是真的他们捏回来的 而这边是他们的骨头 我知道很多原住民家都会保存骨头 代表他们捏过这个动物 尊长什么称物? 我姓好洪明辉 我们这个感恩集是每一年都在办一次盛大的举行 这次的话就是我本人村长提案到这个地方 在我们部落举办 他们都没有收货 才会在这里祭祖这样 所以大家要聚在一起 同乐 跳舞 唱歌开心 每年的这个时候 每年的十月十五 你们可以去看有一些那个路 水路 还有山的 还有山猪的头 水路的 还有山羊 对山羊 哦这是你们的 对 就是过去就是这样 以前都是靠山吃山 我们泰鲁阁组的那个 树山上 就是靠山吃山 像阿美族就靠海吃海那种的 钓鱼撒碗会输给阿美族 但是你们农作物不会输啊 对农作物不会输 打猎也不会输啊 打猎也不会输啊 厉害厉害 很高兴认识你们 谢谢 我有一句要跟你说的 干什么 품 中文字幕 小芝 你们 这下几次 我们要补 섞 《一覇大象销售》 《中单华堕》 《智之语》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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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的原住民特色美食 是整条街好像夜市 有很多摊饭 小米甜甜圈 这里很口渴 我先去买 有一杯叫藍椒 也有一些小米酒的调酒 然后也有一些茶 但我想喝那个 老板 藍椒还有吗 还有 我可以给藍椒 好 在哪里 小店 只开家里而已 嗨 赢一次原住民祭典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 有很多多元文化的报道 其中历史最悠久 就是非原住民莫属 所以希望这些祭典 原住民文化 这些这么独特 这么有特色的文化 可以一直透过这些方法 去维传下去 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 很多小朋友来参加 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除了共乐之外 大家一起开心玩 唱歌跳舞之外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可以带给他们的下一代 知道 原来我们太老国族 是有这么多文化 这么多歌谣 特色的技能 是要继续传承下去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下年也在10月15日 应该再有一次 这个太老国族的感恩制 刚好就是2024年 世界原住民族旅游高峰会 可以透过这些旅行 落实一个很重要的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 很期待可以透过我的分享 然后大家可以认识到 更多台湾原住民的文化 今次带给大家的就是 花年的太老国族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次拍的这个系列 我们下次见 拜拜